今天讲如何在Virtualbox上面安装Windows 11 我们先到微软的官网 然后下载Windows 11的镜像文件 这里点击下载 好 这边下载64位 Virtualbox是运行在Windows上面的一个虚拟机 我们首先来到这个网站 然后下载这两个安装文件 一个是这个Windows Host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Extension Pack 就是增强安装包 就是这个和这个文件 下载完了之后 我们首先安装这个Virtualbox 这里点击下一步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安装的位置 我这边有几个不同的分区盘 我把它安装在D盘上面 如果你装在默认的C盘上也是可以的 好 然后点击下一步 这里点击下一步 点击安装 好 完成 这个就是新安装的Virtualbox 然后在这里我们点击全局设定 在这里有一个扩展 左边这里点击这个扩展 然后点击右面这个加号 然后点击这个刚才下载的这个增强包 点击打开 安装 然后这里同意 好 OK 到这里的话Virtualbox就已经安装完成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打开Virtualbox 然后开始安装Windows 11 我们点击新建 在这里我们输入Windows 11 然后它下面都帮我们这个自己选好了 类型Windows版本 Windows 11 164位 点击下一步 这里内存的话就是在绿色许可范围里我们可以尽量分配大一点 点击下一步 点击创建 好 然后这里点击下一步 这里动态分配下一步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分配100个G 好 点击创建 好 接下来点击这里设置 点击系统这里 我们把这个软区不要勾 这下面这两个勾选一下 然后处理器的话我们也可以绿色范围里面尽量多一些 这里四个 然后这里点击一下 使用PA1 显示这里使用3D加速 然后这里我们到256 可以 好 然后点击这里存储 这里点击没有盘片 点击右上角这个盘片 选择虚拟盘 我们选择刚才下载的Windows 11的镜像文件 点击打开 好 OK 然后这里启动 好 这里点击Next下一步 点击安装 这里我们可以跳过输入激活码 点击右下角 没有激活码 然后这里版本选 我这里选Win11专业版 点击下一步 好 这里现在跳出来出错了 对吧 他说就是没办法就是运行Win11 就是因为这个限制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先关掉 好 这里点击yes 好 然后现在按 Shift键加F10键 我们这里输入RageEdit 回车 好 然后这里点击Local Machine 把它点开 这里面System再把它点开 然后这里有个Setup 我们在这个上面右键 然后New这里选Key 好 然后Key这里我们输入叫Labor Configure 回车 然后在这个上面再右键点击New 我们新建一个DWord的32位的文件 好 然后名字叫BuyPath Secure Boot Check 好 然后再建一个BuyPath TPM Check 然后再建一个BuyPathCPU Check 再建一个BuyPathRam Check 好 然后在这个文件上面 我们双击把这个0数字改成1 这四个文件全都改成1 好 这里看到全部 这里右右面最看到都是1了 好 然后把这个关掉 再把这个也关掉 然后再点击安装 这里还是跳过 好 然后Win11专业版 下一步 好 现在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点击接收 然后下一步 这里点击下面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100G的这个硬盘 好 然后点击下一步 好 现在就开始安装了 再 好 然后到了这里的话 就是它会自己重启几次 需要点时间耐心等一下 好 到这里的话 这个Windows 11就基本上都已经安装好了 接下来就是一些设置 好 这里一直点击yes 这里键盘设置 我们可以跳过 好 然后接下来再做一些设置 这个是个人使用 下一步 这里的话它让你输入就是微软的账号跟那个密码 如果你不想的话你可以点击这里 然后可以选择这个就是offline account 这个的话它还是在问你就是微软的那个账号 你可以这边先跳过 这个想提供你位置信息啊什么 这个根据你自己个人选择 我这边选no 好了 现在这个就是Windows 11 已经全部都安装好了 最后就讲一下怎么让这个屏幕全屏显示 我们点击这里设备 然后这里安装增强功能 好 然后在Windows这里 我们这里多了一个CD drive 这个 我们双击这个AMD64 点击yes 下一步 下一步 好 安装 好 然后重启 好 现在看着屏幕还是这样对吧 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把这个先缩小 然后再把它放大 好 现在这个屏幕就到全屏了 一礼 好 好 蚊帆